那生活中还有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们的经历和年龄看着比较低级 但是年轻人不觉得 年轻人他需要的是一个生活中简单的快乐 他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他希望减压 我们今天你看年轻人天天说他们压力大 我们说你跟我们那时候的压力比得了吗 然后但是人家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他说你那压力都是物质压力 我们都是精神压力 厉害厉害厉害 我们当然是物质压力吧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是不是叫物质压力 对吧 你去干活去到农村插队 你去干的重体力活 我说过我们年轻时候干的那不是人干的活 是牲口干的活 那你干那个压力 但是你精神上没那么大压力 今天的精神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攀比 他不应该有 但是攀比告诉他有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不如人家 人家什么一天挣多少钱 是吧 什么那个社会新闻爆炒的时候 谁一天上来什么多少万 是吧 这些压力会给很多人产生一个 就是不该有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中 他肯定谋求一种简单的快乐 所以我那天看见一个 还有一个大学教授 就研究这个笑点的变迁 说最早像您那个时候 春晚上 那个还有讽刺性 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你包括那个马基老师 那个宇宙牌详言 是吧 等等 他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但是到后来慢慢变成 你比如说到当代呢 开始自嘲自己 自嘲自己呢 实际也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 怎么说呢 自贬 消解 贬低贬低 或者获得一种 伤害 对对 脱口秀就是从这儿开始 就从伤害 就是自我贬低开始 也是消解他的生存焦虑啊 他的精神压力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从这里发现消解 自贬有两种 一种是他诚心的 你比如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 背景什么很好 然后他上来自贬 那很多人就很高兴 还有一种是 他不知道他自己那是一个丑 然后他出来这个 就是展现自己那份丑 因为 我觉得你不是刚才说小视频吗 小视频有一特大的好处 只要你有本事 这东西一定让你窜出来 对吧 过去这人可能在山沟子 干什么这辈子 就把这人才给埋没了 那么这埋没这个是两类 一类是艺术表达 不管是唱歌跳舞干什么的 还有一类呢 是手艺的表达 我有时候特别爱看 有些人手艺比如破那竹子 把那竹子拼了个头发丝似的 我也看了 拼那篓子 对 那也是一个本事 所以今天小视频的这个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前面这几年 未来再有几年 是个小视频时代 这个小视频时代 最大的好处 就是利用人手一部的手机 让全中国人民的 有能力的人都往前蹿 过去真不成 其实是把生活里那些 有意思的东西 让大家全看见了 就我们拍纪录片就是这样 实际上就是看 就是看 对 我们只能拍很局限的东西 但是那一到民间 全有手机了 什么都有 他所有的有意思的细节 他就全能看见了 你觉得这里有什么规律吗 有规律啊 有什么规律的 刚才马爷说的那个 为什么那人披竹子 就看着这么高兴 因为他是高手啊 那个高手 其实你对他是仰视的 他跟这个笑视 俯视正好相反 就是那种仰视 会让你觉得特爽 就是喜欢看 你像有些那个打吃面条的 哗 就那 那个 吃一桌席的 对对对 吃播嘛 吃播 也是一种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 自虐 首先是自虐 然后给别人带来优越 也是那是低姿态 然后优越的 不是因为现在有些 反正文化学者 往往就会说 说互联网啊 就带来这种这个叫低智化 就觉得智力带低 就什么都乐呀 甚至就说现在人们表达 你比如发微信啊 你要写一个哈哈 对方会觉得 你没那么是个应酬 这不是真的被逗乐了 你要真表示你被逗乐了 一般都得写一串 写十几个哈哈 那才表示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强度啊 或者说这个笑点啊 这个麻木性啊 是不是在增强还是在降低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这个笑点呢 就是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陈老师这戏台 这戏台就是 我其实跟马爷有点像 就是看这片子 我就觉得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就是有这种心态啊 有这种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这种心态 我不怎么特别老笑 就是 对我也不太容易笑 不太容易笑 笑点高 不太容易笑 我是替他担心 我怕他不能让我笑 就是有这种心态 一定有这种讨厌的观众 那我去看的时候 我再有一个点 就笑的不行了 就是 其实那个笑点 就是个讽刺 一个讽刺的点 一个大讽刺的点 所以刚才马爷说讽刺 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他讽刺 特别准的时候 我的笑点是最强的 就是说七叔 他可是一外行啊 他是一写外行 就是这个点 我笑的不行 就让一卖包子的 去唱出去 有点关公战琴琼 就是其实呢 这里是有悲的成分的 对 这个 他并不是一个搞笑的点 他为什么在下面的 我这种观众 就笑的都不行了 因为我天天就跟这外行 交着交劲 又共鸣了 就是交劲 然后我巴不得 我这生活里 有一七叔 七叔 他可是一外行啊 他不能拍片子呀 咱这项目就得他 所以我一到那个点 我就笑的都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所以也是帮你卸了私分 就是 就是他 他是一讽刺 但是实际上在台上 我们看到是演员很痛苦的一面 对 但是他 角色很痛苦 他让我笑 所以呢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 就是讽刺的这种点 就是比如说 您一定也对外行特别有感受 您才会讽刺这事 没有 没有 设计的时候 写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的 因为他痛苦 因为这个角色痛苦的不行不行的 这个角色被外行折磨的非常痛苦 首先一个 这个人物 我们就要考虑 他首先是有残缺在里头 那人脑袋一根筋 一根筋 特轴 特轴 他特轴的一人碰上这事 他拐不拐弯的 他痛苦 就 观众就乐 您发现没有 咱们聊的是社会人生 他聊的就是技术原理 就是技术 就是我 这你知道 这我让想起挺有意思 我发现这个画家之间互相夸呀 我那天听见了一回 我觉得他太会夸了 就一个画家到另一个画家画史一看 就是哎呦 我们画的那都是题材 您画的是原理呀 但我觉得这画里边很有深意 有深意 就像你一边说话写作的 有的你关心的是题材 你这么半天是骂我的 是敬佩您 就是你比如说我觉得 就是其实我挺喜欢陈老师这一路 就是我觉得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就咱们就琢磨的 往往你看一个专业 一个木匠 你坐桌子坐椅子是客户的要求 对 我琢磨的 对 就他就这个 你比如说你您说这戏里 我就看到一个明显就是排练排练出来的 我喜欢看到天地万物啊 有奥秘有规律 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说一个一个挺放荡的那女的 你比如说啊 她在她在舞台上 就是说走了啊 走了啊 走了啊 这本一定是这么写的 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是他们排出来的 就是觉得这样乐 对吧 走了啊 走了啊 然后走到台口的时候 啊 再来一下 你为什么再来这一下 再来这一下 她就乐 乐 对 我就能领略到您说的这 这就是训导观众 他又是在我们这整个戏的开场前不久 这就叫训导观众 让他习惯知道在哪个韵律里头 这儿到这儿 乐 哦 一个节奏踩上点了 踩上点了 你得让他踩这个点 让他熟悉这个点 哦 相声也是这么 一模一样 一样 节奏特重要 观众呢 被带进去 被这个节奏带进去 他并不知道他踩中这点了 对 这个节奏的掌握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 他得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对 万一错半步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去调整 把他拽回来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你不上台的人是绝对不知道的 你按照本子 你比如同样一个相声 本子是一样的 两人上去说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对陈老师这来说 不存在什么是带类的笑 是高级低级 他不是考虑这个问题 不考虑 他是觉得搞笑的东西里边 有个规律 规律性的东西 你只要逮着这个 对 我们生活中 人人要是掌握了这个规律 也能让人乐 一样 一样 为什么你比如说 我觉得有时候有这种现象 一个周星驰是天才 但是后起的 当这个无厘头未然成风之后 怎么就会看到很多 就是这个越闹越烂 越闹越烂 因为他容易 他容易这么做 他不按照剧本的情节去走 他不在情节里去生花 而是在节外生枝的去生花 他容易 他更能够使更多的人吃上喜剧这碗饭 不客气的说 他门槛放低 于是就一大批人 能够迅速的就涌进来 就是我们拍的时候 有一个感受 就是来了好多学员 但是这些学员 其实就是来自方方面面的 其实这些学员是特痛苦的 并不是一个喜剧班的学员 每天这个喜剧班就特快乐 根本不是 就他们特别痛苦 哭 借酒交仇 没法排解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演不出来 他不知道这节奏是什么 然后我们拍了一个对话 就是一个女的学员 她就跟陈老师 有一对话在大门口 有一对话 从始至终在哭 哭什么呢 就是哭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演 我不明白为什么节奏是这个 我老也跟不上 然后所有人都在否定我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陈老师呢 就特别淡的跟他说了一句 说你这阶段你也不需要明白 因为这个戏呢 戏保人 你跟着这戏来 跟着大家的节奏走就行了 你不需要自己明白这事是什么 所以他不光是一训导观众啊 他也是训导这演员呀 对 这演员他一开始的节奏 他完全没有点 对 完全没有点 乱来 点的规律是什么呢 是因为人笑就是有点的 笑就是有点的 笑就是有点的 最长五秒 不到 如果五 你要能一个包袱 你乐五秒钟 说明这是包袱一个特结实的包袱 五秒 五秒钟 我一般持续不了 就憋死了 你想想 那个 开始 一 二 三 四 停 憋死了 不光是这个 没有那么大的乐子 没那么大的乐子 你就知道台上的努力得多大 那个力量得多大 那个故事情节得 它的力量和技术环节得多复杂 到你这才能持续 三秒到四秒钟 就不得了了 而且它也不能当啊 不能 对啊 乐完了就掉下来了 对啊 所以关键在哪呢 就是说 五秒钟之后一切归零 重新来 重新到这儿 对了 五秒钟之后 或者四秒钟之后 归零了 重新铺吻电视 你就知道这个喜剧 两个半小时有多难 我们一个喜剧两个半小时 要求笑多少就算成功了 哪天我计算一下吧 因为我专门去年一年 有几十场吧 都录了这个观众的笑声 专门录观众的笑声 因为它每一场和每一场 笑声是不一样的 每个地区也不一样 对 四川也爱笑 河北也爱笑 每个在上海演和在唐山演 笑点都不一样 笑点不一样 而且回馈的分贝 回馈的声音的分贝也不一样 点不一样 分贝也不一样 这科学 性别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给你讲个例子 我老讲课 我讲课的时候 看在底下 我上去讲两个小时 保证不走人 那不走人 你就必须要吸引他 吸引他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现场效果不好 比如你发现有人打瞌睡了 那你就讲一笑话 他就起来了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地域文化差 你看上海和苏州那么近吧 苏州热场晚半个钟头 苏州人全绷着 你要把苏州人能逗乐了 那算你本事 他非常收着 他那个整个城市的文化 是非常收着的 跟上海人不一样 这是真的 上海人上去 两分钟之内就达到高潮了 那个且来不了呢 当时我第一次在苏州讲课的时候 我先说我说完他底下没反应 我就不信 我就差点说 我就不信你没反应 所以你就要迅速把一些 因为我那个讲课是 然后我就把后面的有些 我就往前提 让他先进入那个 让他先放下这层壳 然后他就进入你那个状态了 您说这个 为什么那么喜欢乐呢 您对这个人类学的研究 这不是人类天生的 他可怕就在这 他难就在这 他不是人类先天获得的 他都是社会的 他是被教育出来的 从小被母亲告诉你高兴的事 肌肉应该怎么动 如果没有这个教育 人是不会笑的 人没有家人的教育 他是不会笑的 一个家庭关系特别紧张 特别不好 他也不会笑 他周边环境一直很紧张 他也不会笑 如果一个人独处 没有其他的人接触 或者很少接触其他人 他也不会笑 自个儿不会乐吗 不会乐 想起什么乐的事 也是有一个乐的事 对吧 那个事也有其他的人 脑子里有其他的人 脑子里也有其他人 有被笑的和可笑的对象 他才会笑 如果他连这个都没有 他就根本就不会笑 那么他不会笑 他会什么呢 他会愤怒 会恐惧 会惊慌失措 等等 所有一切那种暴躁 那种歇斯底里 他都会 就是肾上腺素上升的时候 动物的两种基本反应 就是战或逃 对 他碰见紧张 要不就打 要不就跑 要不就搏斗 要不就逃跑 他都会 唯独不会笑 笑是一种人类选择的 对 所以笑从一开始 就有一个社会的属性 在里面 一个人完不成 两个人以上 而且这个笑看来 他跟文明 跟文化 跟社会 和谐 这是一个直接关联的 一个社会 如果是文明的状态 文明的社会 笑容必然都写在 每个人的脸上 笑咱就打不起来 对 在今天我们身边 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在过去 哪都是要出大事的 可是今天 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我还告诉你 因为什么 大家都有了一个互相 这种笑容在这里头 它社会有活化剂 有柔化剂 人与人的关系 它有多种方法 它能柔化 一笑了之 对 相逢一笑 免恩仇 所以一个社会 稳定和不稳定 都写在脸上 所以他这意思就是 比如说咱们现在 看到的那个剧本 《西香记》 或者是什么这些剧 照陈老师 这个个人研究了 他觉得在最早 元代的时候 或者金院本的时候 都是喜剧 都是喜剧 是后来到了明清 文人 文人把它改成了 现在这个 才子佳人 您这个研究 让我联想起什么 我看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意思说的是 16世纪 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 莎士比亚的很多剧本 咱们感觉都是很高贵 很严肃 他说实际上 16世纪英国那个剧场 那就是也是脏脏乎乎 闹得满坑满谷 大家闹得喧嚣不停 然后那个演员 你就比如说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一个问题 就这个话 它的意思是 在当时演这个台词的时候 是要大家是要乐的 对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 莎士比亚写的当时很多台词 那些细节 绝对 就是今天把它当成文学名著 来理解的时候呢 就变得有另一种含义 这个让我有很深印象 对 没错 没错 这个 是我们取解了莎士比亚 我自己啊 我自己有一幅 自己给自己写的对联 就四个字 上联叫小事 就是这个天大的事 到自己这 全是小事 就是你有能力把大事画小 叫小事 下联呢 叫喜剧 多丑恶的事 也拿喜剧的观点去看它 这事就看通了 所以呢 这有意思吧 上联对自己的小事 下联对社会的喜剧 说得好 是吧 你看这个 就你刚才你这一段讲 我想起这个对联来了 就是你看这些戏剧 你看什么 看生活中 有时候你气得不行 但是你换一个思路 你看成喜剧 你就过去了 因为什么呢 它喜剧 首先是你看的那个对象 观众的对象 就是被看的那个对象 它是犯错误 你才乐 对吧 你就有优越感了 你就乐了 那么让你生气的 让你什么 一定是 那个对象是犯了错误的 那它不是喜剧是什么 都是喜剧 只是今天 它可能对你的利益有伤害 你觉得不是喜剧 到明天和利益排除之后 它就是喜剧 我们把喜剧这个观念 这个扩大一下 当你旁观 它都是讽刺 当你旁观 它都是可笑的 还都不是讽刺 因为他犯错误 他都做的是错事 他自然就构成了喜剧的条件了 再一个 为什么只要模仿 能学得像 大家都乐 技术 你看马爷 你不乐 我要给你学一马 只要学得像 你就乐 但是你学它的 第一是技术 第二一个是什么 它一定是 它的某些缺眩的东西 被你扩大化 被你 被你稍微的扩大化 所以你才乐 说白了 还是喜欢看别人不如自个儿 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 它另一方面 也不能说是什么 这种幸灾乐祸 它扩大了我们的宽容度 是是是 对 如果你对某些错误 你能够玩耳一笑 对 就是你有这个幽默感 幽默感 人与人之间啊 有的时候 你觉不觉得也不够宽容 但是人际关系当中很多 有的时候 你这个人要是够这个喜剧的眼光 咱就说 拿喜剧观当人生观的话 这挺高 是 很多事 就一笑了之 哎呀 也挺逗嘛 您觉得您搞这个 您是越来越达观 越来越忧郁 越来越达观 现在 曾经很忧郁 怎么说呢 挺困难的 因为实践的时候很困难 你不断的 因为你要发现一个道理 道理原理的时候 你要不断的去实践 来证实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很痛苦 嗯 现在感觉有点自由亡国的意思了 哎 现在也不是 就是说 起码我弄明白了 我能够能够检验 甚至我自己检验自己的问题 都可以 所以就好办了 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做什么都有解了 嗯 就不那么焦虑了 嗯 过去很焦虑 那现在 这么多 社会上这么多 能逗人乐的这个东西 就更不焦虑了 因为什么 他们把整个社会 都活化了 都柔化了 他就更容易被笑了 你知道我们在 三十年前 要出去演一场喜剧 有多难 怎么说 不会笑 我们经历过 我们真的经历过 你想那个 1984年 我们那春节晚会 那个小品 研究了多久 没人敢拍板 嗯 最终那个导演 黄一鹤拍板了 出了事我负责 但是佩斯老孟 一个字都不能错呀 老哥 这告诉你啊 一个字都不能抓着 我们俩的手 一个字都不能 都到这种程度 你说说 这是在今天来看 得出多大的事 哎呦 所以说 你就想 那个时候他 但他一旦被观众接受之后 他就等于是一个 社会的活化剧开始了 所以他重要 那个时候的小品 其实今天看 特别 特别幼稚 但是他那个时代 是一个画时代的 我赶上两个画时代的 一个是那个 乔治一家子 哎 对 电影 一个是这个 这个小品 对 水面条 两个这种 然后都让我走在点上了 所以 他是一个 都是属于那种 画时代 时代造英雄 时事造英雄 真的是这样 怪不得他研究这么深呢 所以说呀 刚才说哪了 转到这 说哪转到这个 说哪 就说笑啊 说一个民族的笑 对 是他的活化剧 你知道我们过去演那个 我们最早的话剧 那个托 书剑出 很多地方 不会笑 就这么绷着脸 就绷着 他觉得好像可乐 对对对 他要看周围 克制自己 不能乐 不乐 而且好容易乐 都是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不能试放 不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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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 他不知道乐是对 还是不对 他怕我要乐你 我不尊重你 哎呦 真是 他还跟我说 我说您怎么都 都不会笑 哎呦 我们怕笑 是不是对您不尊重 他是这种态度 哦 我知道您说 这不会笑 不会笑 而且那个时候 连剧场 正上八景的一个省 连个正上八景 剧场都没有 你知道 哎呀 走到那种地方 简直是 就是戏剧离他们都很远了 喜剧离他们更远了 你想几十年 没有过的东西 突然拿给他 所以你看出 咱这个时代 已经很活化了 真的 对吧 这笑对民族 太重要了 所以您真是人民艺术家 民族艺术家 来来来来 谢谢 哎呀 讲得太好了 哈哈哈 我们人民的公仆 公仆 真是公仆 什么时候都得放到最低 人民的丑 哈哈哈 人民的丑 这是人民的丑 就是咱们过去讲的那种 萨满教啊 透照实乐的时候 各种挪戏啊 各种挪戏啊 这个或者金愿本的时候 到后来就是圆杂具 海天365高鲜酱油 本节目由 随心而变的创为 15台OLED变形电视 65W82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 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四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